這個短片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關於他的這個機制 交易所的機制 有很多人問我說有沒有交易所 其實這個遊戲的交易所他是繼承那個 PC版的一種結構 就是說呢你跟官方 你用商城 你用金幣啦應該這樣講 你用台幣 你去買官方的東西 像你現在看到 你現在看到剛剛那個東西是 像這個來講 這個我看得懂 這個東西是一隻馬 的寵物啊 當你今天跟商城購買的時候 你買了一匹馬好了 你把這隻馬買下來 你會變成一個箱子 你會得到一個箱子 那實裝也是一樣 你會得到實裝 那你如果得到實裝呢 你現在手頭上很缺錢 你就可以把你的實裝登記上來 那這個按的東西就代表說 沒有人買來賣 這句話有點繞口令 沒有人跟官方 買虛擬道具 然後擺來交易所 賣給玩家 那你如果有人買這隻馬 然後再來賣給玩家 那這時候呢 這個黑色沙漠的公司 他就賺到了你的台幣 然後你拿到了虛擬的東西 那你PO來這個交易所 假如說 他有一個保底價 例如說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兩千萬 你就把它PO上來 他就是有強制一個幫你算好保底 你就是用 兩千萬把它銷售 但是也不見得有人要買喔 當你把它擺上來之後呢 有玩家他賺到了兩千萬 那的時候呢他就會去把 這個東西給買下來 他剛好有需求的話他就把它買下來 然後你就得到兩千萬 然後那個玩家就得到了馬匹喔 所以虛擬的道具在 這些交易所可以流通的 那你會發現這個是 玩家自己打到的 像這種東西喔 一開始開服的時候全部都是缺貨 都缺貨缺到爆喔 你想買也買不到啦 尤其是石頭木材 根本都買不到 因為大家都要去建造自己的家園 根本沒有多的資源會在交易所上面流通 所以你會發現 交易所是被人家一掃而空的 那像我初期的話 這個東西也都是不存在 你根本買不到 大家沖裝 所以沖自己的裝都來不及了 哪有空 還釋出來給人家沖 尤其是當你沖到加24的時候 你會發現哇靠 根本是幾百顆才能夠沖一階 所以這些東西在交易所初期都是不存在 而且官方他也不見得會賣 他好像並不會去特別的產出這些東西來賣 他會讓你自由的到野怪去打 像你這樣子有打野怪 你才會得到 你如果沒有打野怪 你想要直接得到那個東西好像 我記得是不存在這個商城裡面 你頂多是這樣子 眾客喔 買了一大堆東西才會 有玩家持有 那他真的持有到太多 他才會把它賣掉 但是因為需求的人太多了 所以你會發現好像也是不夠用 那個現狀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回來看交易所 你會看到交易所 什麼都能賣喔 包括 連藥水也有 藥水也能PO 然後石板 石板是你要主隊副本的入場券喔 這也是 這個都很有銷量 你只要拿到石板 你把它拿去PO掉 都會有人立刻把它買走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這個遊戲沒有交易所 這個交易所跟電腦版設計的一樣好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我在這幾年我在業界看到 我覺得哇這個 這種交易所的模式是很棒的 第一個他不會像早期的融資股那樣子 早期的融資股他就是自己印鈔票喔 就是說你可以跟官方直接買 我要 我要課金課100台幣 然後買幾百萬的金幣出來 那你會發現這種就是立刻產生通貨膨脹的現象 但是這個遊戲不會喔 你該有 玩家有打到就是有 沒有打到就是缺貨 他不會由那個公司自己發行 你如果很多東西都是由公司自己發行的話 那個遊戲的整個平衡很快就倒台了 只要有錢的人他就可以一直產出金幣了 然後你會發現金幣就不值錢了 應該這樣講 他會更快速的終結掉你整個遊戲的市場經濟 你整個經濟都崩壞了 在如果是那種公司直接發行貨幣 你用台幣就可以跟他買貨幣 那你很快就看到那個遊戲就要收掉了 那是一個很爛的設計 那我在這邊看到黑色沙漠是一個很棒的設計 他承襲了電腦當時的那種交易模式 就是玩家跟官方買道具然後 因為那些道具有時候並不是你能打得到的 像你馬匹那種實裝你怎麼打 然後像這個實裝你也打不到啊 這都是要透過官方去跟官方買 然後他也不太會破壞遊戲平衡 因為他就是沒有附加屬性的 大概是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整個交易所是做得很棒的 然後你去PO的話 像我現在來PO給大家看 這裡是麥 然後我手頭上 我看一下 這裡可以PO 像這個 這個是也蠻多人買的 你只要PO個10個 然後他有保底 那你可以按最低標 那就會 他的市場很奇怪喔 他會跟你講喔 你假如說你今天這裡有 這樣子我再看一下喔 假如說你今天這裡有這麼多 你看他出現這串字喔 那我翻譯過這串字就是說 你必須從最低標的東西開始買 全部市場上最低標的銷售一空之後 你才可以去買這個第二的價格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你可以買 然後你想要買這個地方你就買不到 他會直接跟你講 你就必須買最低標的價格 那其實他也是兩種價格 一個是高一個是低 他也不會讓你去改變太多 所以你如果在這邊點新增 我要賣 賣這個好了 然後你按最低標90萬 那如果有人買的話 你就會很快的就銷售出去 所以這就是這個遊戲的交易所 設計的是蠻棒的 這種機制是做得很好 然後你綠裝基本上在中期的時候 你一PO都有人馬上買 你知道他買綠裝幹嘛嗎 他買綠裝去衝他的小黑喔 他為了讓他的小黑趕快練起來 小黑鍊的牆你的整個附加能力才會一起上來 所以大家會買裝備來衝 所以那些裝備 綠裝藍裝都是很缺的 那整體上就是這個交易所的 目前的一個現況 那還有當時開服到現在的一些變化 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幾天 幾天